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姜维萍,今天是6月28日 我想再谈谈有关网络上流传的薄熙来身患癌症在大连治疗的情况 坦率地讲,这个题目对我来讲不是我关注的重点 由于我的经历和它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也不好做太多的猜测 不过我还是想简单的谈谈 这个消息最早是由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 它引述所谓接近薄熙来家人的消息来源说 薄熙来近期也患上了肝癌 不过不是晚期,情况还可以 目前正在大连棒水岛标语 我觉得这个消息可信性不大 为什么呢? 第一,据我所知啊,薄熙来的儿子,就波呱呱 现在啊,在纽约或者是在,真的在加拿大 那么不论在哪里,也就是说他是在自由的一种状态下 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知道他父亲和他妈妈的,和他母亲的这个,在监狱复行的情况 尽管他不敢回去啊,这个他的哥哥,这个李旺之,还是经常往来与这个海外和中国自行 所以说呢,如果要正视这个消息啊,媒体就可以问他的儿子波呱呱就可以了 既然这个波呱呱和这个美国之音呢,等一些媒体啊,关系比较好 过去有很多的消息都是通过啊,这个美国之音和这个明镜等释放出来 所以呢,关于他爸爸究竟是否患上这个肝癌 究竟是否已经保卫就医啊 只有他们最有这个说话的这个权威性 为什么他们保持沉默呢 所以这个事情啊,有点诡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波齐来啊,长期啊,在大连工作 在那里边,这个担任领导干部啊 先是市长,后是书记啊,整整十几名 所以他的人马啊,尽管受到了一些整肃 有一些人从重要的岗位已经离职 但是呢,这个基层的啊,那些处级科级等等些那个官员呢 还有很多都存在 放随到宾馆呢,过去更是薄熙来非常偏爱的一个享乐的地方 那里边啊,环境非常优美 吃和玩乐都有非常良好的空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允许他这样一个比较党内的啊 这个政治斗争的一个失败者 也是一个贪污社会的分子 让他到这个敏感的过去熟悉的地方去疗养 去治病,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假如真的有了病啊 完全可以在北京啊,一些医院里面,部队的医院里面治疗 不太可能让他到他所熟悉的 有可能一些人会给他通婚报信 这个环境里啊 安排到在棒水岛治疗 基于这两点,我认为啊 这个消息啊,很可能是一个搭车消息 怎么搭车消息呢 就是呢,看到了刘晓波啊,患上癌症 海内外关注的热度正在上升的时候 有关方面啊 很可能和薄熙来比较密切的人 希望制造这么一个假的新闻 来转移人们的视线 也希望媒体啊 把这个观众的目光 从刘晓波身上转到薄熙来身上 实际上是做不到 因为薄熙来和刘晓波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 刘晓波是个理想主义者 薄熙来是个个人的贪腐分子和野心家 完全不可同志而语 即使制造了假新闻也没有用 你看网上现在这个 我看很多的评论 很少谈论薄熙来 大部分呢都是谈论刘晓波的 那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 之所以散布这个 这种谣言传言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什么呢 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呢 希望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 不要让人把他遗忘 因为遗忘一个人呢 往往是非常痛苦的 像过去薄熙来在唱红打黑的年代啊 各个媒体都是头条性的 不论在什么场合 只要有人薄熙来 那都是新闻人物 他特别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冷漠啊 不谈论他本身就对他 就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折磨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剥粉呢 可能故意用这个消息啊 以便呢 聚焦媒体的目光 薄熙来啊 现在目前这种情况 我不太清楚 我也没去下功夫去查问 我只想说呢 这件事情 是我想起了 薄熙来最早来到这个大连 也是90年代初啊 他担任了 他1988年 当了大连市的宣传部长 市委常委 那么90年代初 他当了市长的时候 我记得 我曾经啊 参加了一个新发布会 他呢和大家 这个 康克尔谈 他曾经讲过 他说呢 将来有一天啊 他如果能退休 这个 留在大连 还能在大连养老 度过晚年 他将感到非常非常的 幸福等等 那时候他 他讲这话 给我的感觉啊 就好像他不相信 他晚年能够 以一种啊 退休的身份啊 再来到大连 我还觉得奇怪 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啊 也比较幼稚 我觉得他完全可以 有一天 平安的啊 退休之后 来到大连呢 享受啊 这个尤其是 享受 得到人们那种 对他的尊重 但现在回想啊 可能啊 薄熙来在官场 混了很久 也就是在当时 那个情况下 他就知道 一个人要想上升 必须什么 做到两条 第一条 就是要请客送礼 要贿赂上级 必须要搞钱 第二个 要想呢 遮掩自己的贪腐 必须要熏思忘法 要遮住啊 自己的眼睛 要遮住别人的眼睛 也要呢 狠狠打击政敌 和敢于揭发批评 他的媒体人士等等 也就是说 他知道啊 高处不胜寒 一步往上爬 伴随了罪恶 有可能晚年呢 在铁窗里度过 所以他当时 讲的话 可能用意就在这里 现在回想 真是感慨万千啊 另一个 我回忆的场景是 2012年 就是2010年 薄熙来在重庆 唱黑打风那个年代啊 打黑那个年代 事业正鼎盛的时候 我记得他下令抓捕了一大批啊 黑社会老大 实际上那些 根本不是黑社会啊 都是一些民营企业的老板 甚至就是 甚至是接触的民营企业家 那么呢 他曾经讲过 黑社会抓捕之后判刑 不减刑 我当时记得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呢 这个不减刑 是违背了国家的 有关政策 司法方面的政策 因为国家的政策规定呢 不论什么人 如果判了刑 到了监狱 表现良好 都可以获得减刑 假释或者保外就义等等 那么当时我也讲 或者薄熙来这样 讲证了 他很可能有一天 他再次坐牢 他会呢 这个自食恶果 果然呢 现在啊 应了我这当时的一个判断 现在薄熙来在这个监狱里啊 这个 会回想过去啊 是如何的利用法律啊 这个利器 狠狠的整别人 要把别人置于死地 所以他在责怪别人 对他无情的时候 他应该多想想的过去啊 做了多少坏事 有多少人被他诬陷 送进监狱 搞得人家家破人亡了 当然啊 我们不能基于这点 对薄熙来不表示同情 假如薄熙来现在真的患上了癌症 或者其他疾病 我都赞成有关方面 根据国家的法律 给他保外就义 也就是说 对刘晓波 对薄熙来 在法律面前都应该一视同仁 可能现在并不是这样的状态 我想呢 薄熙来他坐牢的待遇 远远的高于刘晓波 所以刘晓波患上癌症啊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相信的 不过去来 现在如果说患了重病 我倒不太相信 因为他在监狱里啊 也是所谓监狱贵族 他享受那个待遇 还是没有降下来 不然怎么样啊 我今天谈论这个问题啊 只是表达 我对什么 中国法律的一种期待 就是要公平正义 对待每一个人 不因为他们的级别 不因为他们的名声而改变 都要按照国家司法方面的政策去处理 那么对这个薄熙来 保外就义这个事情啊 我就做这样一个简短的评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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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